同学院上课啰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很多人问我风水要如何去让他变好 其实两个字不要犯就好 叫做什么 破败 也就是说你家的东西 只要稍微的有一些坏掉 已经没办法用了 那你就换掉 这样就好了 其实你就把他想做事 人体 我们人的身体 只要稍微的一个不对劲 我们身体就会给你发出警讯 牙痛 肚子痛 这一些警讯 你假如不去注意他的时候 等到他真正有一天严重的时候 可能都很难处理 同样的 在风水里面也是一样的状况 破败这个东西 来讲你刚开始绝对看得到 但是我们人会有一种情况 叫做贱怪不怪 叫贱怪不怪 也就是说你会习惯 像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 我们部队就发生一个很离奇的事件 就是弹药 弹药这个这么隐秘的东西 这么重要的东西 他竟然没有在弹药库 他竟然在外面 那怎么会这样 大家是不是都会看到 可是就是因为 刚开始大家觉得很奇怪 可是他没有马上去行动 把他用好的时候 大家看久了 觉得他就在那边很 很平常 没有什么很奇怪的事 可是明明他就是很奇怪的事 等到有一天 人家来督导的时候 才发现到有这一个 什么一大堆问题出现了 所以同样的事情 也会发生在我们的房子里面 有很多东西 你刚开始会觉得没有什么 玻璃稍微裂一点 还可以用 你去看汽车 挡风玻璃破掉一点点的时候 你会觉得还可以 就越开 他就裂的越大 但是各位 你会觉得很奇怪吗 不会 对不对 可是等到真正出大问题的时候 都来不及了 所以同样的情况就是 你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我们居家的东西 当他坏的时候 你不要使不得换 该换就换 不然的话 等到长期下去的时候 就很像我们人的身体 小病 你不去治 等到变成大病 都很麻烦 所以 再加上我们人会有一种习惯性的一种情况 所以你会生在 这个环境当中而不自觉 因为你认为他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所以这个就是我常常在讲 勤家他很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 他会伤的不知不觉 为什么会伤的你不知不觉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 你绝不觉得他是一个很奇怪的情况 所以在居家里面 你要特别注意 你家的东西只要一坏掉 能换就换 不要一直摆在那里 电灯坏了 该换就换 不然的话 你电灯坏了 这样还可以用 你的光线一边亮一边暗 长期下来你的眼睛看起来 对不对 一边暗一边亮 对你的眼睛会不会产生一种伤害 当然会 因为光线不平均 你的眼睛接收到这种讯号的时候 会不会到你的脑部 你的脑部就会做出相对应的判断 到这个长久下来 你就可能 眼睛不好 脾气不好 这一种的现象发生 所以各位 你要了解 不要 一有那个坏的时候 你就敢不过要换 不要一直等 很多人都会这样 一直等 等到最后就习惯 还可以用 还可以用 很多人都这样 还可以用 结果他不知道 这种堪用 其实对人他是一种伤害 所以你要保持你家风水的良好 很简单 东西就保持良好 有没有解 不要有坏的东西在那里 有坏的就更换掉 不要一直放在那里 因为坏掉就表示 他已经没有救用了 就很像我们人体的器官坏了 他就没有作用 所以他的功用不见的一种情况下 他自然就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 所以各位 当你了解这一点的时候 其实 风水没有很难 就是把它保持好 就这样子而已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 你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